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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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歡迎日華墾談會再次主持人來到臺灣 有別以往這次來訪 谷屋會長是在蘇澳國島和游西坤院長會合以後 一起搭穿從蘇澳港入境展開訪問行程 這讓我想起去年 谷屋會長來臺灣訪問 在蘇澳眺望蘇澳國島時 曾經用臺語說出臺灣有事 日本有事 上次谷屋會長來到總統府時 也特別表達安倍晉三前首相的這項論述 再過幾天 安倍前首相離世將滿一年 過去安倍前首相長期擔任日華墾的顧問 致力深化臺日友好關係 我要藉這個機會再次表達對安倍前首相的追思跟感謝 臺日是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重要夥伴 在疫情期間 我們更是相互扶持一起度過疫情的挑戰 剛開始臺灣捐贈口罩給日本 後來谷屋會長居中協調下促成日本政府捐贈420萬劑的AZ疫苗給臺灣 之後臺灣再陸續捐贈了製氧機血氧儀給日本 我想這就是患難兼真情 谷屋會長也多次促成日華墾通過基本方針支持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我要在這裡再次感謝谷屋會長以及日本國會對臺灣的支持 另外 日本政府在不同的國際場合 多次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也反對於武力片面的改變現狀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表達感謝 臺灣有能力也希望跟日本一起為區域的繁榮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要請谷屋會長及各位貴賓支持臺灣加入CPTPP 創造臺日之間更多的合作成果 我們也希望藉由更多元的觀光方式 讓臺日交流更加緊密 也能夠對彼此的風土民情有更深入的認識 再一次歡迎各位來到臺灣 今年是日華墾成立50周年 除了感謝各位對臺灣的支持 我要祝福日華墾如同臺日之間的友誼 持續著撞發展